冷战时期的黑科技被誉为会飞的航母 它就是海上巨兽VVA-14 VVA-14水上反潜机是上世纪70年代 由苏联军工科学家巴尔蒂尼设计 巴尔蒂尼一生共设计出60多款战机 并且款款都具有超前的设计理念 而VVA-14就是最为奇幻的一款战机 其设计之初是为了应对美国核动力潜艇的威胁 20世纪60年代中期 美国海军配备了一款新型UGM-27 北极星弹道导弹核动力潜艇 因为地理因素 苏联的海岸线长达7万公里 守护住这样长距离且范围大的海岸线 需要动用大数量的航母舰队 才能够有效地应对水下核潜艇的威胁 但派出如此大数量的航母舰队 显然要消耗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是不这样做 就只能任由其他国家水下核潜艇为所欲为 相当于家门口被人安装了一枚定时炸弹 苏联的经济相信各位都清楚 根本无法实现利用大规模航母舰队 来保卫自家的海岸线 为了解决这种窘迫的局面 苏联的高层找到了巴尔蒂尼 要求他研制一款能够用于返潜的水陆两用返潜机 来应对水下核潜艇的威胁 于是威威A14水上反潜机的设计诞生 巴尔蒂尼最初的想法 是打造一款具有垂直升降能力的反潜机 于是在机身的设计上 就开始向大体型的方向改造 在目前已知的资料中 威威A14的全机长度达到了25.97米 高度为6.79米 重量达57吨 翼展更是长达30米 机翼采用了组合式机翼 在机翼部位的机舱非常的巨大 能够载的物件也很多 除了能够安装发动机 充气式浮筒滑板等飞行装备 还能搭载非常先进的电子设备 苏联政府原来的初衷 要的是一种用于水上反潜的 重型垂直起降水陆两栖反潜机 而想要实现水上起飞降落 就必须要能够保证这款飞行器 能够浮在水面上 因此 VVA14在机身两侧的机翼根部 安装了两具巨大的冲气式浮筒滑板 能够让这款飞行器在水面上浮起来 使其具有真正意义的两栖能力 并且该飞机依旧可以使用垂直升降功能 使其可以在苏联的恶劣天气 以及作战环境下进行作战任务 不仅能在雪地和沼泽进行垂直升降作业 在水面上也可以进行这一操作 采用了超大机身设计 使得载油量和空中运输能力大有提升 为了能使飞机具有强大的动力 巴尔蒂尼在设计上 采用了两台D30M涡轮发动机 安装在机翼背部 飞机安装了当时苏联最先进的航电系统 还配备了专门针对核潜艇的反潜武器 一架真正的核潜艇杀手的雏形就此诞生了 仅仅是看外形 别说是核潜艇 就连航母见了也要畏惧三分 科幻的外观加上巨大的体型 称之为具有未来科技感的宇宙飞船也不过分 研发理念中的VVA14反潜机 在飞行速度上可以达到760公里每小时 并且可以在1万米飞行高度进行作战任务 在那个年代能有如此飞行速度 全要仰仗那两台D30M涡轮发动机 为了加强飞机在进行升降时的稳定性 同时在机身内还安装有12架喷漆机 每个单独的喷气机可以产生5吨的推力 并且每个喷气机都可以进行独立控制 这一改进使飞机在任何平面地区都可以进行升降 大大提高了作业时的稳定性 配合冲气式浮筒滑板 可以让VVA14能够非常稳定地降落在水面上 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完成起降任务 不受条件约束 而且冲气式浮筒和生力喷射机 还能让VVA14反潜机进行一定程度的低空飞行 让飞机就像悬浮在海面上飞驰 不仅增加了飞行环境的多样化 还可以有效地避开敌方雷达的探测 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隐身性能 同时作为一款以反潜为作战目标的飞机 VVA14配置了电子雷达搜索系统 磁力异常探测器和调放声纳设备 能够对1500公里区域内进行侦查搜索 同时作为一款反潜战机 武器系统也是重中之重 VVA14反潜机可以携带两吨以上的弹药 包括两枚基载鱼雷 八枚深水炸弹以及接近20枚导弹 在侦测到敌方舰艇位置之后 可以迅速地锁定攻击目标 进行强大的火力打击 这也使得VVA14反潜机 面对敌方水下核潜艇时毫无聚色 一举成为海上防线的一大杀器 有设计计划之后 苏联就兴致勃勃地开始研制 可是从1960年开始至1970年 兼整整十年 飞机连发动机都没有安装成功 对于VVA14这样一个 重达57吨的庞然巨物而言 实行这种生力喷气装置的加装 让其能够在海上进行起降 对发动机的要求非常高 甚至技术难度超越了 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垂直生力技术 无奈之下 抛弃了原来在机顶位置 设计喷气装置的思路 选择将机身加长 在飞机前端加装一套发动机 通过两端发动机互相作用力 在飞机下方形成一个气垫 来实现水面的降落 让其完全成为一款水上飞机 1972年9月 这架海上怪兽在离海进行试飞 并且飞行实验非常顺利 这架飞机不但实现了海面超低空飞行 并且能在万米高空进行作战任务 随后巴尔迪尼又提出了一个跨时代的理论 让VVA14能够在与水面保持10米内 进行超低空飞行 就像人们所看到的磁悬浮列车一样 这一理念如果能成功 将彻底水路环境对飞机的影响不复存在 只是就在科研团队对VVA14改进的过程中 巴尔迪尼就因病理离世 加上没能得到苏联海军的支持 该计划中途流产 目前仅存的两架VVA14飞机原型 在莫尼诺的航空博物馆 以及罗斯托夫地区的贝里耶夫航空中心 虽然由于经费问题和技术原因 没能正式量产服役 但是它的试飞 收获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重要的数据 从而为巨型的A40信天风水路两用机的开发 起了推动作用 也算是物有所值了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世纪60年代 美国军方也曾考虑使用类似的飞机作为打击力量 跳到敌舰上 投下一枚炸弹 然后飞走 但是他们的设计阶段就意识到 为海军开发这样的飞机根本行不通 在飞行过程中 这样的飞机为了使其不被定位器发现 会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团石灰和水 事实证明 这种演习的波浪很容易被看到 任何船只都会向它开火 由于不方便和性价比的原因 这种垂直起飞的水路两极飞机的所有项目 要么在测试阶段 要么在设计阶段就被削减了 像苏联这样投铁的只能说投一个 如果要找到一种更便宜的方法 来制造从水中垂直起飞的飞机 而不是使用12个额外的发动机 那确实还可以接受 只是对现代战争而言 开发需要投资的高超声速导弹技术 很明显比它更重要 从水中垂直起飞的飞机 过去只能是一个泡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朋友认为 VVA14性能如何 如果制造成功 又会给战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